- 这个就看到了 - 你在manager的时候 啊 - 你就拿两个了 这边拿两个了 - 你在红宝石拿完三个 - 你在北斲拿四个 看到没有 那我们的bonus不是拿一个罢了的 你看到吗 AM拿两个这边就已经开始拿了 是它是平行一起跑的 它不是一个个拿完才到第二个的 像你这样讲是 4加3啊 据我说这公司是拨80%罢了 在四个房这边已经拨完出80% 这麽公司又有额外再来三个奖金的 那三个奖金又怎样算 OK好 4加3啊 还有个3 还有个3个 你不要算漏了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线上的伙伴们 恭喜你们 还有80多位伙伴在线上 坚持啊 努力 因为这个是算钱 全部要钱 今天算完了 坚持一下 非常好 好 我就看这个3是什麽 3是什麽 3呢 就是我们公司呢 除了这个原本的plan之外 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要看速度嘛 要速度更快一点 那么来讲呢 要赚快一点钱 就像车已经跑normal 这个像我们加多 一个3个利一下去是什么 T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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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那个plan 加强那个plan Tobo 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加盟联盟的一个plan 叫做MPMU 加盟奖金 加盟奖金 这3个 这3个奖金一加下来 你看到吗 会员就多2个 AM就多了3个 你看一道AM3个奖金拿完 一道红宝石 这3个拿完 一道飞翠以上3个拿到完 7个plan拿到完 OK 这个plan怎麽样拿呢 OK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个plan 这个MPMU的奖金制度啊 我再讲一下 这个MPMU怎麽拿 这我先讲MP配套先 MP配套 MP配套呢 你一加进来 基本上我们是 比较大套的一个配套啦 就是8% 24 就是 东西嘛 就是2300多 东西嘛 就是2520 2520 那么当然你拿我们Original 300块 300多块 都有啦 我们的话Original那个价钱啦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拿配套呢 为什么我拿Original就好 为什么我拿配套呢 OK 因为你拿配套东西是这样嘛 你拿配套 你就Jokso了 就是做生意这样嘛 你拿多 你就比较划算了 你就比较划算一点咯 怎么样划算呢 比如说你拿这个配套啊 有650的BV 然后你有什么呢 你有MP加盟奖金 260块的Cash 就是说你拿这个配套 你直接拿这个配套 下个月罢了 我们上面的plan还没有讲 只是你拿这个配套 下个月罢了 我们公司 就会给你260块的Cash的 这个加盟奖金 什么奖金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 还有MP保监奖金 如果是你有qualify我们的MU 你介绍一个人买MP的话 因为有些你的顾客拿MP嘛 他要比较划算 还拿MP优惠的话来讲呢 你就直接可以拿120块 拿120块 然后来讲呢 最主要的我们还有一个经理奖励 如果是你有叫MUMP呢 我们又再给一个经理奖励你 这个经理奖励是怎么拿呢 经理奖励是说 我们是给manager以上 经理嘛 manager嘛 manager以上第一个level拿60块 第二个level拿60块 如果你上了Luby呢 就拿三个level 60 60 30 如果你是EM呢 也是拿三代 三个level 如果你是diamond呢 就拿四个level 如果CDM就五个level 看到吗 60 60 30 30 10块 这是每一个配套来算的 每一个配套你都有钱 意思是你上了manager 你介绍这个配套 你就有百二块 你介绍这个配套 就有百二块 拿两个level 拿两个level 但是怎么算等下 我再跟你讲 这个也是很刺激的 还有密实就我讲 请问一下你 我们这个加盟奖金 我也是第一次听买产品 也是给你一个回馈 一个奖金给你260块 OK 打个比例 现在我买一个nb配套 东马价钱2520块 我马上扣掉这个260块 我只是还公司2260块 要不可以 反正这个公司是公司给我的 我直接扣了 就算了 不用等到下个月 不要麻烦 不可以 如果公司要直接扣给你 的话来讲是 我这个配套就不用卖你2520了 我就卖你赶你讲2300 2260块 2260块就好了 就不用降费时了 对不对 我就给你就好了 对不对 对啊 我们这个为什么有 现金奖励在里面呢 因为第一 我们给这个现金奖 260块呢 有两个原因 OK 因为我们在卖这个配套出去的时候 总共有两种人给我们买 一种就是我们的loyalty customer 就是我们的忠实的顾客群 那么如果知道我们产品好 他买的时候 他买我们original的 一 set是original 两 set也是original 那么他增加人次 或者是他认为 我一下子我要想吃便宜一点可以吗 公司还有什么一些花红可以拿吗 如果我拿多了我可以拿一些回扣的花红吗 一些奖励给我吗 所以我们可以了 我们是给这种 我们loyalty customer 就是那种 我们所讲的那个 跟随着我们很久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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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er 他就可以得到一些回馈了 一些回馈了 回馈了一些 一些利益 OK 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 第二种人呢 就是经营者 那天我讲过吗 经营者 如果一个经营者他进来的时候他还没有组织团队 那么我讲过跟大家讲过 从消费者找经营者 从经营者找消费者嘛 所以你一个刚开始的新人 你开始进来的时候啊 我们等于讲做生意嘛 你做生意你手上一定有一些货在手上 最好keep一些货在手上 你在手上比如说你拿着两箱 不论大箱不论你在手上的话 你就跟朋友谈这个产品 谈这个事业的时候 他不是马上一定要跟你拿整个配套的 当然有一些是跟你拿整个配套 你就整个配套卖给他咯 那么有一些他不是哦 有一些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跟你讲 Mr.Leon我先拿一罐4可以吗 我先拿3罐4可以吗 可以啊 你拿3罐我也是照卖你的 给他进Member 进Member 我也是卖你Member派 我是可以照卖你的 那么如果是个新人刚开始的时候 他在0%那边的时候 还没有上到10% 那个销售花红的时候 他赚什么呢 他跟他讲卖1罐我没有钱赚的 我卖3罐也没有钱赚的 我卖2套也没有钱赚的 对不对 外面很多公司啊 我跟你讲很多公司 真的是没有钱赚的 你卖那散货 但是在我们这边没有 如果是你真的做这个生意的话 你拿个MP配套出来 你看到吗 你2520也好 我2392都好 公司当月就给你260块的bonus 就超过了现金回馈10% 10%以上 所以10%以上以上 比如说你卖1%出去 你赚10%以上了 你就赚钱了 300块你就赚30块了 对不对 600块你就赚60块了 可能你看不起那30块60块 不可以这样讲 做生意里面 你这样小的资金 你没有租金 你没有人工 你没有水电费 你就可以马上赚10% 超过10% 这个做生意角度里面 可能群里面做生意的伙伴们 这个是netnet赚的钱了 你net赚钱了 所以我说讲的 你手上有一些货 你卖散货可以的 你卖配套也可以 你卖散货也可以的 你卖配套你不怕咯 因为你如果那个伙伴可以讲 我要一个整个配套 这个MP配套 你也没有问题 你介绍个配套给他 你看到吗 第二个保健奖金 你有120块公司给你 你也没有问题 卖整个配套出去 但是你卖散货也没有问题 你也有10%赚 你就没有问题咯 所以我们不想到你马上call 不可以 因为你也不能跟你上线讲 你call给我咯 也不可以 这个是你逼你上线犯规 你害他的 变成如果他马上call 260块 是叫做call价 call价在公司里面是犯规 犯规可以terminate他的 所以你不要害他 不要去call价 不要害他 而且没有问题嘛 260块罢了嘛 下个就给回你了嘛 公司给回你多么好 对不对 你不要用啊 260块你收上来 一年就有3000块了 是啊 所以不可以call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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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人跟我讲啊 这个配套里面 哇2000多块哦 我拿不到配套怎么办 ok 不要紧 我们还有一个MU自用配套 这个自用配套里面的话 是吗 7罐不论罢了 7罐不论 698块 或者东马735块 就小咯 你拿不到大 你拿小咯 没有问题的 200BV 那么我们有这 刚才260嘛 这个有50块的 也有50块给你 那么我们保健奖金有30块 然后呢 经理奖金呢 我们这边也是有 每一个配套里面呢 比如说你是AM 哪两个level 30 那Lubi 3个level EM3个level Diamond4个level CDM5个level ECDM7个level 也是拿到完 看到吗 是拿到完 所以变成这个呢 也是我们所讲的 但是你要拿这两个配套的钱啊 你最少一个条件啊 你个人本身的是要 你一定要本身 这个MU配套 你要免贴这个MU配套 免贴MU配套 所以这个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顾客群 他想拿一些大配套一点的 我可以有点折扣吗 也有50块了 你介绍这个也有30块了 一样的 OK 这个钱怎么样拿 比如说你看啊 这边我就讲快点啊 比如说你进来的时候 你拿个MU 你自己拿个MU 你看家门奖金就有50块了 好了 你如果介绍个MU 你看保健奖金就30块了 那就30块了 那么总共里面这个月你就拿了80块了 你就拿80块了 好了 你看啊 如果是说你这个 你又介绍一个50块 然后30块 然后你看啊 你刚刚介绍一个MP 你自己拿MU啊 你这个MP 知道我讲过吗 他家门奖金有120块 那么你这个就拿多少钱 你看这个月 然后你就拿200块了 200 你马上看到钱了 你直接看到钱了 OK 这个来讲啊 你看你自己家门进来 然后你拿30 你拿这个120 这个你看 不一定Direct的啊 这个是打第一个level 不一定是直接线的啊 可能你直接线这个没有拿 但是下一个有拿哦 那么算不算呢 这个也 它推上去 它推上去 也是complex的 有230哦 OK 然后你到这边的时候 你看啊 你拿50 你这个MP啊 你看120 这个30 保险将近 这个30 这个你看到吗 MU 也是30 Indirect也是飞上去的 你怎么Indirect 你都算的啦 OK 所以你这边总共 你看你就拿了350块 其他大概我讲的 四个房子在前面的 还没有算啊 那个Sales bonus啊 Beater listing bonus 那种 bonus还没有算 嗯 这个是直接给你 就看到你这个钱 你一销售你就看到钱了 很直接的 这个叫Fast Start 你很快你直接 你就看到钱 嗯 OK 如果你不是免电MU 给我讲的 哎呦我想赚多一点的 我很多闪客很多闪货 如果你免电的人里面 你是你用MU MP 你看到吗 这个啊 看回来 你就260了咯 260 你就变290了 你看260 你就变了400 你如果是说260 你变了560 嗯 但是我们的条件 你是免电MU 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了 所以你这本身可以免电MU 你可以免电MP 啊 这个是你看你的组织状况 看你的customer群 在哪里 你的领事伙伴会教你啊 会教你怎么去排组织 你怎么去拿这个钱啊 你们都很厉害了的吗 对不对 啊 你们都很厉害了的吗 啊 啊 OK 嗯 好了 你看这边啊 怎么样成为这个经理奖励 讲到这个了 刚才那边两个利益了吗 对不对 现在讲到第三个利益 第四个利益里面 你怎样成为一个manager 怎样拿这个钱 OK 你要拿这个经理奖励的话呢 经理为一个level啊 首先记住你一定要上manager的啊 经理奖励嘛 你一定要上manager的 然后你上manager的话来讲呢 注意下去拿的 这个也是complex system啊 刚才跟那个leadership一样的 那个一样为一个代数一样的 OK 那么这个怎么追呢 比如说你上面有一个MU 拿MU 他介绍一个朋友拿MU 不过他没有manager哦 看到没有 他没有manager啊 这个啊 他没有manager哦 没有manager他不算的嘛 他也是算第一个level罢了哦 这到第三个AM啊 那第三个组织他能介绍人到第三层 才一个AM出来 不过这个AM也要拿MU啊 这个AM 这个AM也要拿MU的话来讲呢 他没有MU也不算啊 他这个M拿MU的话来讲呢 这边才叫做什么 这个才叫做第一个level 第一个level 第一个level 30嘛 30块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level就30块乘3D咯 他就有90块 看到吗 OK 到这边就是第二个MU 第三个MP了的 那么到这个也才创造一个AM有MU啊 OK 这个才叫做第二个level 第二个level 你看那个刚才我那个第二个level你看到吗 第二层MP也是60块的吗 MP 因为我combine了的啊 MP也是60块的吗 所以在这边的话来讲是吗 OK 你就拿咯 好了那第三个level 你没有了咯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level不能拿manager 就两个level咯 OK 你就没有的拿了 好了 但是在这边呢 第二个组织也是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算啊 第二个组织你看 你这边拿下去 MPMPMU 到这边MP 你看到吗 哇直接追逐下去啊 都没有一个manager出现咯 怎么办 如果你这个组织你完全追上去 一零一零一零 没有个manager出现的话 那也是吗 也是一样 你追到manager 才就做一个level 你没有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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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Mr.Chill你等一下 我心就有点 心跳加速了 现在又 哎 慢一点先啦 我听到这 就 无限带的追am现在 又心跳加速了 现在 一个一个来 看我没有听错先啊 意思说 现在我们要追到一个am 看到有am才算一个代 没有am 照错 就很像右手边 现在 眼看下去七八个 如果是有四五十个这样子 这下 没有 碰到am 没有碰到am 都算是第一个单 第一单 好啊 所以 这个就是 追 也是这样子追咯 你妈妈 无限带追am 对 无限带追am 所以我听到无限带的追射 我就心跳了 现在 有点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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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Mr.Chill 我看到这个声 你画到这个两条 两个组织的时候 很像外面那种双线 双线那种外面那种 就很像打麻将的 有对他就碰 一碰就有钱 这个 有没有多少碰 ok 其实呢外面呢双线呢 binary 我们叫binary双线呢 其实是其中一种的 plan里面的模式罢了的 现在外面的plan的双线里面的话 来讲是啊 他是简单的跟你讲配套 讲配套就是说 你卖个配套出去 因为他不用爬 他看到我们那个30% 那个归零要爬 或者是上智慧 他拿leadership 在外面一般上的这样的plan 但是呢 他就走出一个plan里面就是说 你是哪一个配套 你介绍一个配套 你就有钱了 以前介绍的配套是没有钱的 你拿binary 你介绍两个配套 碰他才有钱的 所以现在呢 人家讲 我介绍一个没有 现在binary也走出来了 你介绍一个也有了 你介绍两个碰也有了 又碰又多一点了 也有了 你明白吗 简单的跟你讲binary plan 是告诉你什么 比较容易qualify 你看我们本来讲 我们四条线qualify嘛 上到最高峰嘛 外面一些组织的plan里面呢 甚至上到四条组织啊 上到八条组织啊 15条啊 有一家a公司 21条组织啊 要很多嘛 所以他们就讲 哎呀我们很容易了 我们一介绍出去 我们就有钱拿了 两条组织就qualify了 碰就有钱了 简单的跟你讲 就是跟你讲是什么呢 就是跟你讲两条组织 就可以qualify 两个组织就有钱了 就有钱了 但是他们拿的钱里面 如果你只是做两条组织 这样子下落 你知道吗 你的钱也不多的 他也是lock死掉的 你要开bloxy 你要开到第三 第四 第五 现在就跟第四 第五去开出去 如果两条线织就这样碰 碰了就在那边等落 你知道吗 你的钱也是拿不多的 所以变成我们为什么走出这个plan出来 这个加double加快出来 你跟我讲有一点像吗 有一点像 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做个MU 你看你介绍一粒 你就有30块了 你就有钱了 刚才我讲那个 你介绍个MP 你就120块了 不过这个 我这个是什么呢 我这个是无限带追AM 比如说你是个AM的话 来讲是吗 你一条组有AM追下去 一条组没有AM的话 我一条组追AM追下去 好像一条组没有AM 一条组大奔向 大奔向脚拿 你都拿完的 你当夜你都拿完的 但是 终于没有 终于是你一条大组下去 你另外一条组小 他是碰小组罢了 大组留住 知道你有你才可以碰他 你没有让你碰不到他的 但是我们正常讲的 你大组大了就是大了 每个月都是这样大的 明白吗 你有没有取消掉 有没有flash掉 都是这样大的 但是我们这个没有 我们是当夜就算给你了 如果是你一条组你是AM 你要组这样的话 不是算给你了 你知道我AM了吗 AM你拿两个level 算给你 你多少个组织的AM 你跟我讲 如果我两条组就AM了 两条组AM你就不怕了 你就是Lubi了 Lubi你追三代了 如果我三条组呢 三条组就AM了 三条组AM你都不怕了 你接近我的EM了吗 你又再追深下去吗 所以我留来做什么呢 我都不用留 如果是你的组织大 那你努力继续向上的话 你一定拿完这个钱的 一定拿完这个钱的 所以BINALLY 两条组是给你容易qualify 是给你这样容易qualify 但是我们这个 如果是你要比他的话 我们也可以比他 我们也可以给他file过的 这个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 在线就是你看比如说 你在上就是Lubi了 这个我举个例子罢了 Lubi就拿什么 拿三代了 你看到没有 拿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也是追到AM了 追到AM了 三个level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条线你看第一个level 第二个level 然后第三个level 你看到吗 第三个level也是追咯 追到什么 追到AM为止 追到AM为止 它再叫做一个level 所以变成CDM ECDM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plan 你会算下去 走下去的瓦锅 它是很刺激的 所以很刺激 我看到这个plan 所以心跳很快 其实这个plan 就是在外面 一般上人家问你的 就是unilevel plan 其实外面很多公司 走unilevel plan 现在很多公司 外面BINALLY的plan 前面fast up 跑BINALLY 后面就是跑unilevel了 他将maintain的分数 就是丢进后面unilevel plan 这个就是unilevel plan 来的 这个就是unilevel plan 这个就是unilevel plan 来的 这就是一种 这个是一种 的 这个是一种 的 这个是一种 的